狐狸猫打篮球时不小心扭到脚 脚踝变得又红又肿 连走路都痛得不得了 李李麦麦麦赶紧带狐狸猫到医院检查 看完医生后 医生开了止痛药给狐狸猫 吞下止痛药 过没多久狐狸猫感觉到脚踝的疼痛减轻了许多 这时狐狸猫十分困惑 吃下止痛药 吃下止痛药后 止痛药会经过食道 胃 小肠等消化器官 那么药物要怎么运输到脚踝 减轻狐狸猫的疼痛呢 聪明的你请想一想 人体如何运输物质到全身各处呢 人体如何运输物质到全身各处呢 A 人体透过血液循环运输物质 B 人体透过生育物质 神经传导运输物质 正确答案是A 是的 人体具有循环系统负责体内物质运输的任务 能将物质运输到全身各处 人体的循环系统包括血液循环系统和淋巴循环系统 血液循环系统是由前面介绍过的心脏、血管和血液所组成 淋巴循环系统将在后面的单元介绍哦 不只是药物 细胞所需的氧气、氧分都是由血液循环来运送 同时血液循环也会不断地带走细胞产生的二氧化碳与废物 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人体的血液循环吧 人体的血液循环途径啊 可以分成肺循环与体循环 体循环是身体其他部位与心脏间的血液循环 进行全身细胞、氧气、氧分、肺物的交换 当心脏收缩 血液会从左心室送往主动脉 接着主动脉会分支成小动脉 将血液送往头部、上肢或是下半身等各个器官 接着血液进入组织围血管 这时血液便会和组织细胞进行物质交换和气体交换 血液中的氧分和氧气扩散进入组织细胞 组织细胞则将代谢的废物 例如二氧化碳扩散到围血管中 完成物质交换与气体交换后 血液会流至小静脉 再经过上大静脉或下大静脉回到右心房 肺循环则是肺脏和心脏间的血液循环 在肺中进行气体交换 当心脏收缩 血液从右心室送到肺动脉 肺动脉在肺部分支成肺部维血管 在肺部维血管与肺泡主要进行气体交换 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扩散进入肺泡细胞 肺泡细胞则将氧气扩散到肺部维血管中 再经由肺静脉将血液送回左心房 了解体循环与肺循环的路径后 请你想想看 体循环与肺循环会在哪里交汇呢 体循环与肺循环会在哪里交汇呢 A 体循环与肺循环在肺部交汇 B 体循环与肺循环在心脏交汇 正确答案是B 是的 体循环与肺循环是相连的 两者在心脏交汇 而且体循环与肺循环会同时进行 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系统来运输物质 让全身组织细胞都能够获得充足的氧气和氧分 并且带走二氧化碳与肺物 有关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 以下叙述何者正确 A 心事的血液会直接流入心房 B 体循环是肺脏与心脏间的血液循环 C 血液循环的动力来自于增散作用 D 肺循环与体循环是同时进行的 正确答案是D 到了课程尾声让我来帮你做个小整理吧 1. 血液循环负责人体的物质运输和气体运输 2. 人体血液循环包含肺循环与体循环 3. 体循环的循环路径从左心室出发 到主动脉、小动脉、组织围血管 再经由小静脉、上大静脉或下大静脉 回到右心房 肺循环的循环路径则从右心室出发 到肺动脉、再到肺部围血管 最后经由肺静脉回到左心房 课程最后给你一个小问题让你想一想 还记得影片一开始的时候 狐狸猫吃了止痛药吗 当狐狸猫吃下止痛药后 止痛药会经过食道、胃、小肠等消化器官 那么药物从小肠吸收以后 要依序经过血液循环系统的哪些路径 才能运输到脚踝减轻狐狸猫的疼痛呢 欢迎你去寻找答案留言在下方给我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